一行人首先來到中寮鄉八仙村的仙林橋 看見橋下方被野溪掏空的相當嚴重 原因是因為野溪診治只有私座右側互案 導致左側河岸遭河水侵蝕 河岸土方持續塌陷 造成當地居民的困擾 甚至會威脅到生命財產安全 激活民眾陳情的議員檢師生 立即與縣長到場會堪 最近都掏空得很厲害 其外也都去讓大水流掉 這個縣長來到現場也有看到 五六十米一段 這個客廠 其實也都在頭空下 縣長來這裡看一看也都非常人動 這也沒辦法做起來 這個產地比較會漏掉 我希望縣長來到現場也看到 關懷一些比較弱勢 一些農民要到三天的地方 我希望賺這個機會來建設起來 而池條野溪也連接著許多的農地 若讓橋面下方繼續找到掏空 每天運作農作物經過的農民發生意外 後果不堪設想 議員以及縣長到場會堪後都表示 河岸塌陷狀況嚴重 以請農業處進行出顧會堪評估 預計將四座長六十公尺三公尺高的戶岸 經費約一百一十五萬元 以免災情擴大 危機周邊的道路已經濃作 我們八仙村八仙巷亞家的整治 今天來回覆亞家 因為幾十年都沒有來試試 還沒有整治 還有一些補牌 都有一個斑 像剛才我們所看到 這個補牌 不能斑這些穿和六民都開始在拔下去 這個沒有快來做的動頭穿 跟它整條路放了 就造成交通中斷 我們現在這個休息不可以 將來花大錢 會更麻煩 在八仙村仙寧橋的野溪整治工程 尚未完成前 都請附近居民以及農友 經過時都要特別小心注意 保障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 相關單位也會加強巡視 盼人盡快還給用路人安全的用路環境 米修林軒 中療採訪報導